知名的文青旅店传出了席登歇业了 这是花莲 因为地震还有台风的双重打击 观光业受创 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而根据最新的统计 已经有五家大型的旅宿业者关门 超过300人失业 这栋外形复古典雅的旅馆 过去是港公司的仓库 标售给民间之后 再转租给文创业者重新装修 成为花莲颇具知名度的文青旅店 特殊的风格加上不错的口碑 开业八年来维持着一定的住宿率 但是自从地震之后 业绩跌到谷底 接着凯米台风对交通的冲击 近日决定席登结束营业 有一个月我记得是一趴 就是一成是1%的入住率就对了 都没有人要来订就对了 那价格其实就不管你杀多低 都没有人要来住就对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有多撑了很多个月 花莲观光业产弹 根据县府最新统计 已经向社会处提出大量解雇的观光饭店 包括有汉坪酒店 三月春旅店 蓝天饭店 秋秋森旅 以及蝴蝶谷饭店等等 另外有些饭店也还在观望 陆陆续续都有向劳资科 询问相关的申请事宜 从0403之后到现在我们收到总共5家单位 它有大量解雇的通报 那通报的人数到目前为止更新的数字是301人 的确这个状况 似乎并还没有完全的停止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不论是地方 就是花莲县政府 或是我们的民间业者 其实大家都还非常的努力 我们希望政府跟民间产业 大家一起来努力 因为这样的天灾 绝对不会是单一个个人 或是单一个组织 单一个单位能够来解决的 观光处表示 目前产业因为震灾 或者是各种因素造成歇业的状况 趋势还没有停止 但是政府和民间业者都在努力 也呼吁全台民众 花莲依旧很美好 一同为花莲的复苏加把劲 人间新闻横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